看看新闻网 复杂性老人在这家医院的总的费用清单 1928元 我们的清单可以看到 我们的费用是很低的 那么我能问你一个数字 这样1928元当中 新农合支付给你们多少 75% 75%是可以由新农合来支付的 大概我们医院贴的费用 大概是600多一点 这不是长久之计 今天我能运营的时候 我咬咬牙 我出了这30多万 明年我若不付出的时候 我就把你拒之门外了 复杂性先生 这个如果现在您的身体情况还是这样 又没有相应的收入 养老院您又不想再去了 你能否告诉我 你下一步准备做什么 没想过 面对无能为力的亲人 和难以为继的医院 无家可贵的复杂性 未来究竟要靠谁养老呢 我今天想请出一位特殊的观众 因为他说今天知道复杂性来 他想给您提供一种 可以供您选择的生活方式 来 我们请出他来 我叫丁玉龙 现任河北省成德县 玉龙山庄幸福家园养老院院长 丁玉龙 58岁 河北成德人 投资560万 义务赡养50多位空潮老人 10年10月份 总投资560万 建筑面积1970凶方米的 养老院进城了 现在也免费赡养着 全村50多位老人 那您今天 来到我们这个现场 需要给复杂性 提供一种生活的帮助吗 我们的养老院非常好 不要去做那个犯法的事了 养老院呢 才是你真正的家 应该上我这来吧 怎么样 邀请你去 邀请我去 你去我可能受不了 以后再做事 嘿 你还拒绝了 我是南方人 他是北方人 这是一个 第二个条件 如果说我也是一个 有湖南人 其中人 跑到北方去的 把我们县里的干部 全部藐视他 我们接下来的其中人 你要你复杂性 过一步去 跑到外面去 是不是 我还得回去 好好地 讨论讨论论训事 以后再说 他说他是湖南人 您是北方人 在那吃不惯 说话 这个说话 可能也不一定听得懂 天涯和猪乳芳草 到哪都一样 生存 对 人家还是愿意 给你提供相应的帮助 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困难 也要面对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 不会把他拒绝于门外 不管有多么困难吧 我们还是会一如既往地 去帮助他 像复杂性这样的老人 他的这种弱势群体 不单单是他一个人 我们还是会一如既往地 帮助他 好了 我谢谢你 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希望 如果有朝一日 这个社会可以把老人 当块宝来抢 就真的是有大大提高 让人顾目难耗 踏沙时尚太阳镜 跑哪儿去了 奔腾剃须刀 剃须不残留 面看不到头线 就没头线 测试看看 新生级海菲斯 能深入去蟹 效果摆在你眼前 七小头蟹也逃不掉了 去蟹实力派 当然海菲斯 我 康泰克先生 有糖咳不出 问题在里面 我是谈多多 新康泰克牌 盐酸安秀所缓势胶囊 促进谈业排出 一天一夜 薛糖而止咳 Streme 炫麦烤香糖 你刚刚一能飙多久 炫麦讲多久 我就飙多久 我还有味道 你呢 干本真不像 全新Streme 炫麦烤香糖 美味之酒 酒到离谱 我有行 你美丽 海边 嗓子干咳咳痛 一杯清喉利烟颗粒 缓解症状 自愿嗓子 嗓子舒服吗 蔓延舒年牌 清喉利烟颗粒 Streme 炫麦烤香糖 你刚刚一能飙多久 炫麦讲多久 我就飙多久 我还有味道 你呢 干本真不像 全新Streme 炫麦烤香糖 美味之酒 酒到离谱 美好明天 从一晚 干爽精致睡眠开始 新设计邦宝室 特有蓝色疏睡层 吸收更快 干爽长达十小时 让明天更精彩 邦室超薄干爽 买清衣 怎么一身油啊你 买这些就是洗校服的 用太字啊 一瓶就够了 对啊 又只用洗衣 也洗得这么干净 阿姨就要这一瓶 太字 我有行 你美丽 海链 小沙阿里奥吗 大声抓到我 一秒一秒 妈妈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阿里奥独立包 清上市 好香哦 为什么味道不一样 因为舒服家升级了 全新舒服家 升级底宝服配方 给你更好 更持久的实权保护 全新升级舒服家 我有行 你美丽 海链 箭达奇趣弹 打开就有惊喜 美味的牛奶可可酱 添加小麦胚芽 还有两颗松脆微化球 里面有新奇小玩具 孩子玩得更开心 箭达奇趣弹 三个愿望 一次满足 脸上布满皱纹的酿酒师 双手却依然细嫩 因为每天接触的天然酵母 就是Petera被发现的起源 每一瓶的神仙水 就是满满的Petera 缓发你的经营剔透 15年前 公牛改变了插座 今天 公牛不断开创 儿童防触电 防雷 抗电磁干扰科技 为中国亿万家庭 提供更全面保护 公牛插座领导者 女人真正的魅力 是让人破灭的难忘 踏沙时尚太阳镜 小细节 大智慧 小随性 大自由 小油耗 大动力 白晶动力组合 引领1.0T时代 福特新嘉年华1.0T 全新上市 福特近无止境 这就是您的定例 谁来切除医院暴力不留 ICU的主任 转眼球的顿挫上骨折 皮的包膜下血肿 家属告诉我们了 如果你要是不给钱 来400到500人 把女儿炸瓶 你女儿一直在这个医院里 住了4年 你知道我们这4年是怎么过的吗 我睡觉只能睡到4年 我求你 我们帮不了你 你只要递我们一个家属 一个小瓦吧 他觉得一直未必 他就是在 他都不敢来 所以我选择离开这个好业 有了破财 我都不愿意再干个好业 让人顾目人 踏沙时尚太阳镜 跑哪儿去了 奔腾继续刀 继续不残留 我有行 你美丽 海边 换青张 换青造型 我要肌肤一起换青 百里透红 日蓝油百里透红乳液 肌肤的玫瑰牛奶饮 一下都喝进去 如此清透 百里透红好清爽 欧嘞 嗓子干咳咳痛 一杯清喉沥烟颜粒 缓解症状 滋润嗓子 嗓子舒服吗 蔓延舒宁牌 清喉沥烟颜粒 我要去纽约工作三年 希望你每次看到这书子 都会想起我 飘柔含尽舞被精纯具有 而且密尺书一书柔顺到底 飘柔一书柔顺到底 科技改变生活 金鸿新一代美食冰箱 Fresh水类子糖菌 清新美食 美食顺冷冻 新鲜更营养 不需解冻 即用即切 金鸿美食家的冰箱 感出色 墨森夜镜 小时阿里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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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阿里奥我 哈哈 一秒一秒 妈妈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阿里奥独立包 亲上市 嗓子干咳咳痛 一杯亲喉利烟颗粒 缓解症状 滋润嗓子 嗓子舒服吗 蔓延舒宁牌 亲喉利烟颗粒 美好明天 从一晚 甘爽精致睡眠开始 新设计邦宝室 特有蓝色疏睡层 吸收更快 甘爽长达十小时 让明天更精彩 邦室超薄甘爽 炖 旋麦烤香糖 你刚一年飙多久 旋麦烤多久 我就飙多久 我还有味道 你呢 甘板真 全新鲜炫麦烤香糖 美味之酒 酒到离谱 感出色 莫森烈镜 老师阿里奥吗 老师抓到我 鸟一鸟 妈妈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阿里奥独立包 新上市 应对感冒快速出击 针对多种感冒症状 新卡在客牌 每铺为麻片 环节多种感冒症状 表现更出色 请下店员购买 美好明天 从一晚 甘爽精致睡眠开始 新设计邦宝室 特有蓝色输睡层 吸收更快 甘爽长达十小时 让明天更精彩 帮保湿超薄甘爽 汤围的新发现 新潘婷 新洗发配方 帮助修护 更隔离损伤 从第一次使用开始 有助绣发健康 高别损伤 才会那么闪耀 新潘婷 感谢交通银行 对本节目 独家门播出 下期东方直播室 再见 我生这两个孩子的时候 有已的高血压 高尿酸 高度浮肿 重度营养不良 住进医院的时候 一下子 我才知道 我不可以报销 全部要自费 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 到了这个年龄 国家已经不给我们 交生育保险了 我退休了 所以一切全部自费 没错 而且这个人工受孕 它这个费用 也是相当之高 你能帮我们算比较 就这个从自打 回孕到最后生产 一共花了多少钱 治管婴儿 我一次成功 一次成功 一次成功几万块 完了以后 我在认诚的过程当中 提前住院了 对 刚才像严律师说的 住院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医疗保险不给用 全部自费 那么我才知道 我手术的时候 还要叫我交两万块钱 我没有钱交了 破妇产手术费八千 如果说你有生育保险的话 只要两千块钱就够了 这笔钱也不成问题 这还不是大头 最大的问题是 两个孩子由于提前四十天 七个多月生下来的 小的只有两斤多 大的三斤多 由于他的发育 还没有完全成熟 要放到育婴箱里 保温箱 当我的孩子 长到六个月的时候 我的所有的高尾症状出来了 那个时候呢 医生就跟我谈 说六个月的孩子 如果出生的话 现在的医疗技术 完全可以让你的孩子成活 那么一天的费用三万 哎呦 一天的费用三万 我一下傻了眼了 我说三万块钱 我们付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 我爱人说 你忍吧 你能不能忍 为了钱 我也跟医生商量一下 我说我出现这些情况 希望用其他的途径 能够解决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又忍了一个月 实在到最后 忍无可忍了 医生说要再忍下去 母子双亡 这个时候总与提前破付产 那么这忍了一个多月 我两个孩子进了育婴厢 是从三万的一天 降到了一天六千 两个孩子一共住了 将近四十多天 也不便宜啊 这是一笔巨大的孩子 几十万 而且的话呢 我们现在老两个 我们自己搞不动啊 我们都六十多岁 那我们搞不动了 我们就要请人 请阿姨来帮忙带 这也是一笔开支啊 因为我实在是带不动 而且是高龄 而且是破付产 那么这个月少 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六千 我还要请一个人 照顾我们整个家庭生活 每个月是一千五 一千五 这就去掉了七千五 这样的话一万五 我基本上是月光足 这是一个高收入的家庭 这一次生日月 把他所有的机械 可能全部花完了 我们是富翁了 负债 所以我在这也是当着毛女士的面说 这个净了 我最后还是同意我老爸生了 但是你现在也有这个想法 我劝你还是再三地斟酌一下 我先问一下 毛女士 您每月现在这个收入情况如何 只有两千多 您先生的收入 也是这样的 您是他们的三分之一了 所以在我又查一句 毛女士呢 你跟老公一个月 两人家庭的时间 对 我觉得这一条 你就算身体上能够承受的痛苦 你心理上也能承受这个压力 但是经济上 你一定要尊重地考虑 盛大姐 就是生孩子过程当中 拉的饥荒 咱现在还上没有 去年彻底还完了 哎呦 您挺能承的 真的您挺能承的 但是问题是 毛老师 你先别着急 我接着问盛大姐 那接下来您算没算过 咱们家这俩宝贝 以后长得亭亭玉丽 咱需要给他们存多少钱 我是这样想的 大女儿 是我买的房子 女儿女婿都走了 因此现在我又生了两个女儿 我真的是考虑过这问题 但是我们有两套房子了 因为我女儿的房子 一房养老 还有我们自己有房子了 这两套房子 作为女儿的陪价足够了 在经济困难 我大不了卖房卖地 那问题就来了 您家是有两套房了 毛大姐她们家好像 没这份积攒吧 对 我就是很平常 平常的普通白系 因为我就 只有一套房子 而且 这一套房子 也是 事先是准备给女儿 出嫁的时候 给女儿买房的 我们的积蓄 现在女儿走了以后 我才换的新房子 这样吧 我们听听观众 有什么建议给毛大姐 来 我们请出 给观众来发表一下 他们的观点 来 大家好 我是上海新兴港 关爱服务中心的志愿者 我面对过很多的上子家长 也面对了许许多多的 失读家庭 失去孩子的那一刻 那是天奔地裂 什么都塌了 因为在我们中国的传统 思维里边 生活中间 孩子是一个中心 是中心 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广东的一对夫妇 五十岁左右的时候 她生了一对双胞胎 她承受不了你两个孩子 她自己走了 2002年 广东一位尸毒母亲 在五十岁高龄 事惯因儿成功生下龙凤胎 引起了很大轰动 但十年后 这对夫妻却因不堪生活压力 双双跳舞自杀 留下年幼的儿女 失读高龄产子 究竟会带来怎样的风险呢 她承受不了那两个孩子 她自己走了 自己走的 那么社会又多了两个孤儿 这不公平 所以我就介意我们所有上市孩子的家长 慢慢地从痛苦中间走出来 我们也可以做月光族 也可以做啃老族 也就是说 本来是给孩子接斩的 你现在可以自己花 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 好好的生活 享受一切美好的东西 这就是我今天的想法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您 非常感谢您 大家好 就刚才毛阿姨和盛阿姨的这个故事啊 就让我想起了在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一个新闻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导演张艺谋呢 因为超声被罚了七百多万元 有消息说 我们国家每年征收了两百亿的社会抚养费 就说能不能拿出一部分来 更多地去关爱毛阿姨和盛阿姨这样的尸毒家庭呢 国家不但放开二胎的同时 现在已经增加了尸毒家庭的特别补助金的标准 而且配套了临时性的长久性的增长的机制 这一方面我们尸毒老人的尸毒尸痛 并不是完全让尸毒老人独自承担的 刚刚听了这么多 国家政府社会都给那些尸毒者家庭有很多的措施 那么现在我的问题我算哪一类 我算尸毒者吗 我又不是的了 我有两个孩子了 那么我可以临时毒生子女症吗 又不可以了 因为我又是双胞胎 我睡哪一类呢 另类 依然我还是这个尸毒者家庭 所关注的这个边缘的人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的两个孩子到今天 我尽管是 即便是我留下了再多的钱 但是万一我们两个不在了 不能给他一个父母 说给他的爱 孩子还未成年 这正是我最纠结最纠结的问题 谁来监护他们 谁来关照他们 因为我这个人六十多岁了 毛病也比较多 什么高血压心脏病都有 这个东西闹不好 哪一天就处死 所以我也很担心 现在孩子才四岁 孩子才二十岁吧 咱们算是上大学 二十岁之前是没法工作的 是要靠父母的这个收入 去供养他们的 你妈妈现在已经六十四岁了 你还能坚持十六年吗 首先十六年还不够啊 十六年孩子才二十岁 二十岁像现在的说法 二十岁的年轻人 可能大学还没毕业了 而且还有结婚这一关 结婚他们先不管 就算他把他们 大学给工业了 还要找工作呀 对 还要成家立业 就是说十六年 我觉得他远远不够 你们二位是不是有所考虑 如果一旦二位百年之后 这孩子还未成年 准把孩子委托给谁 来照料呢 我们双方的亲友 我试图过跟他们沟通过 我遭到了拒绝 都不支持 万一哪一天 我们这个年龄 因为疾病或者特殊原因 我们离开了不在了 但是孩子还是未成年 你们为孩子做了 哪些准备吗 不知道 这是问到点上去了 问到说我最纠结 最纠结的